我最近的困扰就是 我真的很喜欢女孩子 但是我发现 我远远无法了解她们 甚至不知道怎么跟她们相处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我女朋友来大姨妈的时候 我该怎么做 我只会跟她说 多喝热水啊 我知道这句话很让人失望 但是这是我知道 最有效的医疗常识了 我再往下说真的一句不如一句 我再往下说就是 你少吃辛辣的呀 你早点休息吧 你怎么又生气了 你这么巧我也没办法 很让人失望 而且我这个人 谈恋爱有个最大的毛病 就是我很好奇 我女朋友之前的男朋友怎么样 我真的很好奇 但是刚谈恋爱的时候 不能马上问她嘛 显得梦静太强了 有一天我突然就在那儿 自言自语我说那个 你想不想了解一下我的前任啊 我女朋友特别惊讶 她说 你不说我是你初恋吗 我说你没忘就好 你没忘就好 怕你忘了 怕你忘了 那你前任怎么样啊 我就开始入正题了 我说你前任怎么样 然后她说 你确定要听吗 小北 她说这句话之后 我觉得好像不太确定 因为我能想象到她说什么 我不可能开心的 她说她前任有多么多么好 多么多么好 我觉得爱的前任有 她说她前任有特别差 说她好吃懒做 不务正业 爱玩游戏 不会照顾人 这男的 不是我吗 我还没有 又会 我还没有 我的 我还没有 我看每个人都